花莲推动高尔夫球基础教育扎根迈向第七年 花莲县体育会17-18号两天 在花莲高尔夫球场举办了第一届太平洋杯 全国青少年高尔夫锦标赛 76位的选手报名群州45位是来自外县市 是最近几年最多外县市青少年到花莲比赛的一次 尽管最后是有输有赢 但还是鼓励花莲子弟在赛事上继续发光发热 花莲县体育会17-18日两天 在花莲高尔夫球场举办第一届太平洋杯 全国青少年高尔夫锦标赛 响应花莲县推动高尔夫球基础教育扎根迈向第七年 此次比赛吸引近80位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 过半来自外县市 是今年最多外县市青少年选手到花莲参与比赛的一次 县长徐正卫也出席勉励 这次的比赛我自己也吓一跳 外地来的小朋友 比我们在地来的小朋友还多 这次我当初看平站的时候 我真的吓一跳 在花莲县推动高尔夫球的基层教育 今年已经迈向了第七年 第一年的启动是教育部体育署 对于我们的基层高尔夫球的扎根 开始推动极远极准 那时候花莲县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在第四届第五届教育部有停下来 但是花莲县任务并没有停 我们依旧不够在推动 所以从十七个学校到二十几个学校到现在三十个学校 我想也要谢谢这个高尔夫球联会 主委还有这个主委 以及花莲县 有非常多的这个选手老师一起共同来参与 下乡到花莲县各自学校去推动 我们是花莲第一届的纪念基准 很优秀选手现在都已经高中生了 都会东府国小是花莲最难的住宇乡的学校 这也是那时候就会去东府国小的运动会时候不看见 所以现在真的不要紧 我们牵齿到底好吗 好 谢谢 华莲县府表示 华莲县推动高尔夫球基础教育扎根多年 目前已有三十多所学校投入响应 此盼携手成为台湾培育高尔夫球的摇篮 尽管最后成绩有输有赢 不少外县市选手拿下好成绩 仍勤勉华莲选手不为辛苦 要继续实现梦想 在各项赛事发光发热 未现争光 记者蒋邦彦 华莲师报导 crochet 在一起